我們先來注意 這個週休假期的新聞 在澳洲有一個共諜出現了 而這個共諜的名字 叫做王立強 他說他曾經介入台灣的選舉 而這次2020的總統大選 王立強也曾經介入其中 但現在綠營抓到了大砲 猛烘狂打之時 你有沒有思考過一件事情 這麼年輕的一個共諜 他有辦法做到這麼多的事情嗎 施地綱 我真的很佩服他 這應該是 世界史上最高調的間諜 因為間諜還拍個大砂籠罩 你看還有兩個護照這樣子 我就覺得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是匪夷所思到一個極致 然後綠營現在這邊 好像覺得自己撿到槍了 動員很多側翼這些 不斷的在攻擊說 你看大陸對我們黑手伸進來 講了一大堆 可是大陸到底有沒有黑手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間諜到底是真的是假 我不知道 澳洲政府到現在 沒有給他政治比戶 所以表示澳洲政府 都在懷疑這個人 到底真的還假的 問題來了 我們只知道一件事非常確實 那就是美國跟澳洲的勢力 已經介入了這次的總統大選 因為事實不就擺在眼前嗎 這所謂的共諜案 我們的國安單位都有所掌握 那我們跟相關的管道 也都在進行合作 進入深入的調查 什麼叫做他掌握 請蔡英文總統趕快站出來 把話講清楚 立案調查 查到誰有罪 立刻移送檢調 不要有一分鐘的拖延 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總統 而不是在背後放話 一個澳洲排名第80名的報紙 80名的網路報 在澳洲丟了一個小牙籤 美國的報紙轉載 變一個雞翅堡 進到台灣變一隻金華火腿 哪有這種搞法 是 你看 雙方都在針對這個共諜的問題 在爭鋒相對當中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嗎 在影片裡頭 我們赫然發現有一個人出現 這個人叫徐思謙 我們的次長出現在這裡 次長 你10月就已經接受訪問了 10月28號接受訪問 請問一下你怎麼沒提這件事 對 表示你10月28號就知道 外交部到底知不知道這件事 你是不是10月就知道這件事 這關係到我們重大的 國安危機的問題 外交部難道故意隱匿這個消息嗎 還是你們知道 故意在做什麼其他的操作 讓我們覺得很詭異 然後我們的總統說 總統府說 國安單位早就已經有所掌握 我就覺得奇怪 這個人曾經跑來這邊賄賂媒體 賄賂韓國瑜 然後這個人在台灣到處跑跑照 你們國安單位掌握了半天 結果是讓人跑到澳洲去 是不是很奇怪 你直接抓起來 不是最正確鑿嗎 這到底是哪一國的掌握法 所以藍營這邊也質疑說 是不是你蔡政府 自己造了槍自己撿 因為現在他們邀請國安局 移民署等說明共諜案查辦進度 結果不是乾脆給你已讀不回 就是偵查不公開拒絕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有什麼東西不能講 你們不是10月就已經掌握了 相關訊息嗎 所以像現在我們覺得說 現在王立強這個事件 由於選擇這麼敏感的時間出來 是不是背後有美澳 企圖要影響選舉的 這樣的影子出現 當然資深的情報的專家 就直接指 這個東西漏洞破綻實在太多了 比如說 基本上我們都知道 共軍的特工都要均職均接 王立強顯然沒有 你一個顯然沒有的人 可以讓你掌握60億資金 讓你去運用 那是不可能的 對 可以讓你去 香港 台灣 澳洲 韓國 你確定會有這種事情嗎 然後特工基本外語能力 都要很好 結果這個王立強受訪的時候 他不用英文 只用中文跟記者對談 這不是很怪嗎 所以表示說他的英文表達 可能不流利 是 怎麼會派他來 去做這樣的一個特工 然後你特工外派 通常會變更身分 這大家都很正常 可是通常只會帶你 一個身分的證件 你帶多種不同的證件 你到底想要幹什麼 你是要進行多種不同的任務 這個太奇怪 這個違反 基本的情報原則 然後王立強說他老婆 也是被派到澳洲的特工 單位控制特工 我們正常情況下 家人特別欺小 一定要留在國內 不然你一家大腦都跑了 我去那裡找你 當然 這等於是在當人質一樣 牽控著你 結果你的老婆 居然跟你趴趴趴 一起跑到澳洲去 而且特工是不可以 散離工作地 他居然一口氣 溜到澳洲去長達好幾個月 然後中共那邊都是傻瓜 都沒有人注意到他 跑去了 然後這個是不是完全 全世界沒有一個情報單位 會不會太扯 然後王立強今年才26歲 你要知道他5年資格跟能力 領導香港跟對台灣的情報工作 而且手中控制這麼大筆的金額 這麼多重要的人物 甚至香港銅鑼灣書店的事件 他都有份參與 這個人是什麼奇葩嗎 是什麼天才兒童嗎 特工派外工作正常情況下 任務一定單一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不容易被人家 一抓一串肉粽 我這一個東西 就算這條線被你破獲 我也只有這條線受損 你這樣子等於王立強一被抓 台灣 香港 澳洲 然後韓國全部完蛋 這到底是什麼 這完全違反了全世界情報的 工作原則 那第六點 王立強說2015年負責帶走 香港銅鑼灣書店玲瓏基 但玲瓏基說 我根本就沒看過這個人 而且該世界是中共公安部一舉 是國保所為跟總參無關 軍委總參早就更名為聯合參謀部 國防科工委根本就不是情報機構 你王立強居然都不知道 你還幹特工 這不是很奇怪嗎 然後王立強你說的對台工作 全部都是這幾年 綠營綠媒放出來 毫無證據的消息 這就是我們報紙 登的那些東西 然後都是他們故意這樣 去質疑陸方介入 台灣選舉的內容 看報紙 只要常看報紙的人都看得到 由於前一陣子 民進黨不是林非凡才在講說 紅色煽動台灣宮廟 結果馬上王立強就提這個 我就覺得奇怪 如果紅色滲透台灣宮廟 真的這麼嚴重 蔡委員總統你天天去拜廟 你到底在拜什麼東西 對啊 這不是很奇怪嗎 拜了幾百間的廟 你到了一大堆 被匪諜滲透的地方 你到底想要去幹什麼 我實在也搞不太清楚 現在既然有這麼多疑點 我們很簡單 你從五大方向就可以追查 首先 不是他講說5月28號 他只會照南韓護照入境嗎 他有入境就會有紀錄 就去查 結果現在徐國有告訴我們說 確認他5月28號什麼沒有來 5月28號沒有來 照他的說法他總要來過 不然的話 怎麼去賄賂韓國瑜 怎麼去賄賂你們中天中事 對不對 請問一下他什麼時候來的 這查不出來嗎 有沒有 結果有沒有查到 現在沒有告訴我們肯定有答案 到底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然後這個王立強大辣辣的 直接講 他說台北101裡頭的 酒樓建立情報站 這個太容易查了吧 101的酒樓有幾家 你現在去查 查不到嗎 這種東西會查不出來嗎 他花錢買媒體 不是他只指中天中事 東森TVPS 還支出了280萬美元給韓國瑜 請問一下他錢怎麼進來了 這麼大筆錢進來一定會查到 直接匯進來嗎 他還不可能帶一卡皮箱進來 我想如果這麼大筆錢 匯進了韓國瑜 或是他相關人的帳戶 國安局金管會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會去追查 難道他所有錢都跟陳明文一樣 用一卡皮箱直接帶進去了 是這樣的意思嗎 然後他們說 你看這個叫王剛 他用這個護照叫王剛 然後他這邊 韓文名字居然是曹青美 這完全不搭軋的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騙過 澳洲情報部門跟澳媒嗎 這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這種不合格的護照 你以為中共的情報單位 有遜到這種程度嗎 連這種名字都搭不上了 這種衛造證件他都做出來 會不會太扯 太離奇了一點 然後現在很多綠媒說什麼 還有綠黨他說什麼 你看 我抓到了 其實你們中共故意搞錯 他根本名不叫王立強 叫王強 然後這才是他真正的護照 那個王立強只是他的畫名 你們居然還照這個 都被騙 可是他在影片裡頭 他自己親口講 他說王立強會消失在世界 如果他不認為王立強是他本名 他講這句話幹什麼 而且我老實講 這一個人臉都露了 露臉還拍沙龍照 全世界都看到他的人 他用畫名到底意義在哪裡 沒有意義 我也不知道 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是誰 所以這從頭到尾 就是一個瞎到爆核的東西 我不知道這種東西 還有什麼好操作 但容蓋是這樣 我們看到一個自稱共諜的 王立強現在在澳洲投誠了 澳洲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給他政治庇護 但是我們說到 他看到他裡面所敘述的內容 他說他不只買媒體 還給了韓國瑜8600萬 讓他當選這高雄市長 但蔡總統第一時間被問到的時候 蔡總統很暧昧的說 並不意外 他又說到國安單位有掌握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這時候 外交部的次長 剛好也出現在那影片當中 如果真有其事 你就把東西亮出來 讓韓國瑜直接一槍斃命 台灣實在很可憐 台力對我們台灣做 接報的工作 現在比較有 七十幾年來 就都一直在對我們做 接報的工作 所以你會記得我們以前就說 小心火蝶就在你身邊 七十幾年來不斷這樣 為什麼我們國家花那麼多錢 有一個國安局 有一個軍政局 國家花那麼多錢 就是在補給我們的安全 是啊 你給一個三腳尿的 幹柴你以為台灣這樣走來走去 你以為錢這樣一直壓 你國家都不知道 抓不到又讓他走去澳大利亞 對 這樣現在是怎麼樣 這個政府不肯無靈到真的 沉落青督就覺得說 蔡英文很無靈 做到有夠不敗 所以出來還沒抽選 就想要換 想都沒有才會變這樣 你如果想說 這個人可以負八千萬 八千萬要怎麼看你怎麼知道 讓你最好看 用美金好了 美金也就要差不多兩百萬 對不對 200萬的美金 沒有要到三百萬 290萬 三十 對啦 三百萬 一筒一萬 一筒一萬 你要怎麼看進去 尤其台灣 我對台灣 這世情風貴這幾年 坦白說我真有信心就是說怎麼樣 金管輝沒鼓勵你講看看 記者問他說怎麼樣 我每天看到新聞 你們現在是怎麼樣 你們就是要用好作音聲的 只有我 我去銀行 你知道嗎 我們是不是規定五十萬 五十萬要通報 是 我這裡三十五萬的犯人 我記得我 他叫我銀行 他說不是規定五十萬 他說現在都要補 他說吃一萬不好意思 你要銀 你就把銀行銀行 所以我認為 這很多錢比較有可能在台灣 走來走去沒有人知道 去招廟 貪幽鄉 我們是貪千二六百 他現在是怎麼樣 他是貪十二萬 百二萬這樣 他走進來蓬這個招廟 撤他們問就是怎麼樣 知道宮廟去用滲透去 所以你去拜宮廟 就是在反滲透就對了 又去把銀行銀行 不要像這樣 這事情 民間使用 你們不會賺 大家都很清楚 白生有這幾個款式 其實你有義務跟人民說清楚 因為澳洲跟美國是有進步 分享的關係 美國跟我們台灣有進步 分享的關係 所以政府說我們走就講了 結果上個月外交部的主張 接受澳洲這個媒體的方問 我高度懷疑 蔡英文總統 你尊嚴外國的勢力 來概立用一個結封 聯絡透過外國的勢力 來概立我們中華民國的選舉 你要向台灣國民說清楚 算清楚 就是說你是怎麼搞結 澳洲跟美國是不是透過 我們國家主委 在他們進步交換的方式 聯絡白基軍在澳洲開這個記者會 想要來影響台灣這次 我們有管理正義 你有義務說清楚 蔡總統 你要說清楚 這個王立強是不是 你白的記骨 要把全台灣人說清楚 一方 我們看到這一次 王立強這個共諜案 現在是破綻百錯 不過蔡政府他們卻把它拿來 當作是大陸在操作 我們台灣選舉的一個狀況 而且簡直是撿到了炮一般 可是民進黨黨主席 卓榮泰政治還說 早有相關的傳言出現了 可是現在只要大家相信蔡政府 而且能繼續販賣那芒果乾的話 以這樣子看來 在總統大選方面 一方面可以打韓國瑜 在立委選舉方面 一方面也可以猛打蔡爺爺黨 早有傳言為什麼不早點辦 為什麼總是在選舉的時候 才開始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說實話 我們怕的是假新聞 假消息 假資料 假資訊 其實國家安全這件事情 當然是我們要共同守護 但是不能有針對性 台灣除了有共諜以外 難道都沒有CIA嗎 不要騙當騙塞 有中共的資金介入 難道就沒有美國的資金嗎 有多少獨派團體候選人 接受海外的資金贊助 要查就要不分統獨 都要給我全部查出來 不要大家什麼都只講一邊而已 再來就是 王立強是否有詐騙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待釐清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呼籲 呼籲執政黨 不要用這樣子的事件 做選舉的操作 因為選舉只剩47天了 我覺得不要再做這種操作了 檢調單位偵辦 中國創新 我們尊重司法 但也請偵查的狀況 不要公開 為什麼 不要透過那種司法偵辦過程 來放消息去影響整個大選 這我是強烈的呼籲 不要用此事在做政治上的操作 檢舉匪諜人人有責 這句話以前大家都聽過 以前是國民黨在講 現在檢舉共匪變成 民進黨在做的事情 檢舉匪諜這件事情 變成民進黨在做的事情 如果以前叫白色恐怖 現在是不是比較綠色恐怖 對 我就覺得 真的不要在這件事上 一直做那種選舉上的操作 以前都不慘 那你這四年在幹什麼 你說很少就知道有傳聞 那你這四年在幹什麼 對啊 如果講到說 他們講對付在野黨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 民進黨一天到晚在說什麼 就是講我們黨 就講說你們都是被柯文哲利用 然後總是在選舉的時候 就開始分 你是台灣派 我是中國派 台灣派 大家只要不同線就是不同 然後四月份的時候 四月份的時候支持柯文哲 因為希望說可以聯合 然後八月份的時候就說 要聽到主黨就跟柯文講說 希望說我們不要這邊放人 我們要台灣派對抗中國派 OK 放了人之後就開始說 你又是中共同路人 這什麼鬼 完全沒有人聽得懂 他們在說什麼 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難道說你綠色的當選之後 你藍營都不服務了嗎 怎麼只要一到選舉 跟你不同狀況的人 就是不愛台灣